凯军 对啊 我拍一张照片 交给你了 交给你了 好 凯军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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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快点 纵云说 哦 我说啊 你们两个到底谁说 他 他 我说他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呃 人为什么不会浪费呢 嗯哼 OK 这是你的 讲中心 这是你们的好奇 对 这也可以 那实验怎么做 去冰淫关城 然后 然后 我刚才来当真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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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 放在外面 看到的 就放在外面 然后就找一个活人 很臭 你知道吗 对 跟飞机套 然后 看哪个 会怎么去 你要把家属的 哦 要家属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活人 但是他也是不动 对 那一个是死人 他也是不动 然后观察 可是你这样证明了什么 死的 和活的人 不会浮烂 死的 可是你们 刚刚的问题 你们刚刚的问题 是 一开始我听到的好奇 你以为是 人 人 活着的人 为什么不会腐烂 而不是说 死的人会腐烂 活着不会腐烂 这早就 嗯 这个跟你原来的好奇心 好像不太一样 到底你们好奇心哪一个 死的人 来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补充的 有没有补充的 啊 有没有补充的 没有啊 没有是吧 好 下一组 谁要上去 自己上去的 自己上去 小胖加油 人家 人家 来 自己 转过来 安静 来 我听不清楚再讲一遍 这是你们的好奇 那你们的假说 或实验要怎么做 我没有通过实验 我没有通过假说 没有假说也没有啊 你们就讨论到好奇而已啊 那你们的假说 跟实验要怎么做 你们想怎么做实验 看基因 看基因 哎呦 所以你们假说是 人会长高不长高 是跟基因有关系 还有吗 还有 ok 好 日常习惯 日常习惯 还有运动 运动 好 所以你们的假说有三种 人的长高不长高 所以跟基因有关系 四个就是 长高不长高跟基因有关系 跟生活习惯有关系 跟营养品有关系 跟 运动有关系 对不对 有四个 好那请问你要怎么做实验 值得深思考 好 好 ok 谢谢 谢谢 好 好 十二五个妹子 好 你抽一抽 找一个什么都不错了 找一个做这些 可是 做这些啊 基因怎么办 基因就找两个是一个是 一个是 我爸妈都高 怎么找啊 什么都不要长最后啊 他怎么看 不怕一个100 195 一个125 那呢 没事 好 所以 刚刚评问说 基因的部分 就有找 长的高的跟长矮的 看他父母基因 长的高长矮 那能来判断 OK 那事實上是找一個不夠的啦 我們要找很多 找至少十個 十個高的統計到他目尊的結果 十個矮的統計到他目尊的結果 然後來做一個對照 是不是真的 長得高的就會有基因 他就容易長得高 長得矮的就有基因 那另外一個實驗是 剛剛他們講的就是說 假設統計觀察 假設統計觀察跟運動有關係 那怎麼辦 我們做實驗 要做實驗 一個做運動的比較多 說 誰說 說 有一部分的人都不要做運動 所以一部分都做 OK 好 這是一個方式 就是說我們去找一群人 像你的實驗有一種是說 我就直接去做 從現在開始 譬如說 我從現在開始 我找了我們同班的同學 好 那有一半的人不做運動 然後一半的人都做運動 那現在這實驗要觀察多少 兩天可不可以 一個月可不可以 一個月可不可以 一個學期 一個月應該可以 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會比較好 一個學期可以看他們結果 所以其實 這有東西是我們可以做統計 像這種實驗可以 是可以做統計的 結果我譬如說 我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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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禮拜運動幾次 每次運動多久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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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頭做 因為你從頭做 可以說我們從今天開始做 請每個人 把每天的運動習慣記錄下來 他們觀察一年 或觀察兩年 三年 因為我們在這個年紀 已經有些人開始生長的一年慢了 有些人生長很快 不一定 所以不一定 所以 這時候你說只觀察一個月 時間也不準 觀察一個月也不準 我有個同學 高一的時候 他大概身高跟我差不多 就高二的上 高二開學的時候 他經過幾天兩個月 他身高多了10公分 就兩個就多10公分 非常可怕 可是他在活動以前 他基本上也沒什麼長 所以他身高也沒有很高 那就是一個暑假 就突然長高了 這時候人的方法不太一樣 對啊 好 所以在科學實驗的部分 有沒有想 有沒有清楚 有 會不會寫 會啊 要寫什麼 寫作業啊 作業有喔 第一題叫做 什麼叫做研究科學的方法 沒有科學啊 沒有科學啊 第二題叫做 許個科學就有例子 聰明科學就有步驟 我們來個秘密的 對不對 我幫你寫在這裡喔 嗯 我沒想到是用詞 所以我就把這些 我寫在這裡 是這樣子嗎 會有 你可以不用同刀 但是你可以告訴我在哪裡 我可以找到 考慣研究科學的方法 就是上面那些嗎 課本哪有 好 課本呢 我現在只要重新講一遍 所以這次回去之後呢 這次回去之後呢 請你把課本再看一遍 同時間 在寫作業之後想一想 你的課堂上去考慮什麼 清楚嗎 但是不要 拿著作業就開始想說 修宜上課說了什麼 修宜可以加一遍 不可以 不要就開始想說上課說了什麼 拜託一定要把課本看一遍 基本上你要看多一點文本 那那些思考修宜講 你要去對照 他去對照 修宜講的跟課本不一樣喔 課本有講了修宜漏掉了 為什麼修宜漏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三個 修宜上次講不夠 還我錢 然後我都講學跟你沒有講完 有不可以 那不可以啊 你很習慣 好謝謝 然後呢 第四題 看一下第一月的第四題 第四題 要請你準備一個罐子 我們之前有做生態品 但是我這禮拜 這學期我不講做生態品 這學期我講做 標本 食物的館場 做標本 食物的館場和生態品很差 不一樣是 教訪還要去那樣子 我去那樣子 基本上你大概準備一個 來 比較長 基本上你要準備一個 大概 至少是這樣的瓶子 至少 可以這樣 或者比這瓶子還要大一點 這大一點沒關係 廣頭一點比較好 我這個口太窄 如果可以有廣頭一點比較好 我們要種植物 種植物 基本上我會拿一些種子過來 那那些種子是什麼 也許你知道也許不知道 沒關係 你種進去之後呢 你要看寫記錄 寫觀察 他幾天發揚 你每天澆多好水 麻煩你澆水的時候 注意一下你的水的量 那你觀察 蛤 所以他土裡面 你不容易關他根 我關他根 這邊可以看到根的生長 你放棍子 你放棍子 什麼 你放棍子 當然要放棍子 沒有放棍子 跟他長 他不要嘛 會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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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要看他什麼時候發芽 什麼時候開花 什麼時候結果 然后 也许看到什么都不难 什么都死掉 没有错 我们观察这个植物的一生 OK 那我给你各种不同的 也许每个人能分到一颗或两颗种子 那你观察这两颗种子 如果你准备两个冰子 你可以看两颗种子 如果你有一个种子 就关他一颗种子 这样问题 下礼拜带来 下礼拜带来之后呢 你可以这礼拜去带 下礼拜带来之后呢 你会应用时间 这个事情我不会在课堂上操作 我不会在课堂上操作 但是麻烦你应用下午或中午的时间 去挖土 挖什么土呢 挖什么土呢 不可以 用你休息时间 下课的时间 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用 中午时间 去挖树底下的土 树底下那个斧子土 你尽量不要放太多的杂集杂坝 如果说杂集杂坝 就是说 不要放太多石头 或是木头 树叶 还OK 如果你可以的话 如果你可以的话 如果你有看到 蚯蚓 那最好 你就记录一下 你放几只蚯蚓 好不好 如果有放蚯蚓 跟没有放蚯蚓 有不同的结果 但是呢 不要我加点假 就八个人 全部放蚯蚓 八个人 所以我们在做对照 有些人放蚯蚓 有些人有放蚯蚓 有些人没放蚯蚓 就对照一下 知道吗 所以没有你们三个 你可以说 要不要去商量一下 他可能是有放蚯蚓 他可能是 真诚的放蚯蚓 他以为就放蟑螂 我不知道 或是随便举个粒 或是随便举个粒 事实上里面很多 事实上里面很多 那个图里面很多奇怪怪的蚯蚓 你就考虑一下 方便不同的东西 OK 但是在记录的时候 不要记录下 你放什么东西 你放蚯蚓 你放蚯蚓 你也可以试探放蚯 没有理解 好噁心 你可以放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记得你要组那个瓶子来 好 现在你帮我做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问我做什么怎么办 什么好 那是什么 还是你需要跟你爸爸讲 记得他 对 他说如果我忘记怎么办 我一定会忘记 但是怎么办 我 我就不正解 好 我这边 我这边有一些瓶子 但是都是 大家常常都是这种瓶子 所以 然后里面不要有主要的瓶子 不要什么 不要 不要 对 你拿到瓶子 基本上就是稍微 要干净 对干净透明 最好是透明 看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 停灯 没有 然后 你在做的时候 记得 因为我们现在 会胖 这是中秋节事件 演讲 你没有浇水 他们就死掉了 带回家 带回家浇水 带回家浇水 但是带回家浇水 但是你要考虑一下 因为他到时候 他到时候可能长那么高了 你要带回家浇水 所以 我们倒在想办法 怎么解决这问题 说不定 如果没有长那么高 如果还小小的 就慢慢你带回家再带过来 OK 每天记得要记录观察 记录观察 然后要记得浇水 我们曾经一年做啊 同学很开心 哇 那时候我们用一个盘子 做红豆 做很漂亮喔 结果 一个下起 不然就全部干掉 那就全部干掉 因为 那时候那个红豆 我们是薄薄一层 用卫生纸盖而已 那可以吃吗 但是 如果你做的才可以吃 但是因为很容易 他就没有水 那这次我 我没有用 没有用卫生纸 没有用卫生纸 我希望用煮 不配盘的水都多一点 而且每天只中一颗或两个种子 但是 基本上一个瓶子里面是一个种子 一个瓶子里面是一个种子 所以 假设你准备两个瓶子 你可以中两个种子 你可以做两个不同的设计 就是刚刚的设计 你可以做不同的设计 可以做规划观察 不用盖子啦 一盖子盖子 一盖子盖子 你可以把那个 房间那个 那个沙汤点过 是什么 下雨更潮湿 蛤 比较水 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瓶子 放在那个外面地板上 下雨要这样 那如果水满 因为那个瓶子 瓶子 瓶子有问题 这瓶子不会 水不会漏出去 所以它满了之后 你可能会水 那现在会戳洞 那现在会戳洞 那要怎么戳 你 你可以戳 你可以戳在锅里上戳洞 好不好 你成功的话 记得告诉大家 我们就请你帮忙 可以 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拍摄器 可以的 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你可以研究 没有 这部分都是开放的 差结果的 那女生是 我希望 你们种的植物 能够让它寿终正寝 所谓的寿终正寝 就是它 长大 开花 结果 然后后面老了 吃掉 而不是 不小心 我没有浇水 干死了 不小心 我浇水 掉太多淹死了 拜托 你要照顾你的植物 照顾你的植物 让它瘦多生气 试试看 好试试看 OK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不要管别人 对 你们怎么在拍摄 好了 看第二页 我们都把他拍摄 我们要讲生命的植物 有来 他就是家里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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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数不见了 没有 不是老二血 但是他后面也好像没冰出来 我本来就有两个 就没冰出来 好 生命的起源 小康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生命的起源 没有 陆星 陆星怎么样 他就未必了 哈哈哈哈 OK 那个 我课常看我希望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会请大家去找 找一些问题 找一些答案 找一些说法 记得 记得 你嘴巴讲出来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解释 你不要想说 我知道 那东西就跟职能呼唤有关 然后人家会想 什么是职能呼唤 哇哉 就是写职能呼唤 不要讲这种东西 你所有讲的东西 你都要知道 他的意思是什么 懂意思吗 有 我们的学 跟我们的能力 是逐步的累积 是一层一层往上堆积的 可是很多人很喜欢跳 他一跳就找了一些 很有趣的名词 可是这个名词是什么 他就也知道 你用那不知道的名词 来解释现在现象 有没有意义 没有啊 没有意义 你要用你知道的名词 你们现在如果只懂五千个字 你要五千个字 说明的故事就很好 不要去用那个你不懂的字 好不好 当然你学的越多 你可以用各种新的名词 但这时候 真的是很有学问 真的是很有学问 可是如果你用那些 你设定吗 你设定做很有学问 你可以解释的啊 如果你能解释那些认识的话 就会变得有学问 没有讲智能呼唤 如果你可以解释他 那你不是有多一个 你比别人知识多一点吗 那你讲的蠻好的 讲个章话你要知道他意思啊 不是啊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要啊 好 那你讲什么 你不知道我的这个 如果你知道 有骂一时别的罢 有没有什么 什么很有知识的字啊 当然是啊 那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我都直接讲说 我们在学科上 或者在课堂上 你今天遇到的东西 你不懂 没有好了 我今天骂个章话 我骂了半天 我骂了半天 我骂了台识 你知道这意思吗 我知道啊 那请问你骂的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所以那我去研究完 他说 他才不敢再骂了 是不是 他就不敢再骂了 有可能啊 我听过这个事情啊 有人说 一个年轻人在满口淡话啊 那一个人在接过 那他满口淡话就把他找来说 你知道你刚骂了什么意思吗 你跟我回去研究看看 结果那年轻人回去研究完 他就再骂张话 那也很有趣 就是说 有种事这样 你不懂的东西 你可能很容易就挂在嘴巴上 但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不对 对对对 我想看你叫蹦蹦 什么是蹦蹦 什么是蹦蹦 不是啦 不是啦 就是蹦蹦 你真的不要讲啊 因为这个食物和材料 混在一起 想看他跟蹦蹦 便便一直在感觉 好这样子啊 好 这是非常好的解释 所以他想看他 想看他蹦蹦 是一种动作的意思 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当然是讲课本上说的 有很多种说法 那因为你们都要没预期的 我看到了 好 你说 呃 但是我 重语呢 说一看生命的起源 哪种说法 呃 那个生命的诞生 然后 什么诞生 生命 什么诞生 生命 怎么诞生 怎么出现的 怎么出现的就 呃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所以 修理 就是 生子 生子 呃 可是你没有动力 那种生子 一开始 爸爸妈妈生子 如果一开始没有人 一开始没有人 对 一开始没有人 对 代生来 所以怎么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在讨论嘛 像星光分裂 星光分裂 两个星光分裂 哪个星光怎么出来了 哪个星光怎么出来了 这个海里面呢 海里面就有西方 陨石啊 陨石 陨马 他说的非常好 有一个假说就是陨石 陨石 有一个假说就是陨石 有人说地球上的生命 是来自于陨石 陨石 陨石 要地球上之后 对陨石夹带了一个生命 一个西方 这个是谁 羊 对 接下来就有人问了 好 那请问陨石里面 那个西方怎么来的 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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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知道." articulate 咬到销了 那仰到销了 什么 自己在 哈 你提出一个答案的时候 你要接受人家的网上再阻红 乩 好 你在圣经里面告诉你说 生命的緣起就是從上帝到人 那上帝就是一種 但上帝就是一種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沒有信仰 我不知道上帝怎麼來的 但是上帝說不定是一種更全能的 一種智慧的生命也不一定 不知道 但他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 你知道 好 那除了這部分還有什麼說法 因為這都太無形了 太無形都什麼樣 太無形都什麼樣討論 什麼 生命怎麼出現的 什麼 福文明 你一開始沒有生命 哪來的王子啊 問不出來了 生命怎麼出現的 第一個生命不出現的 OK 安靜 阿不是那人你吃嗎 等一下 我現在習慣了 有時候開來開到 就是一直吃 還不知道開什麼 然后我希望你要讲话 请你举手发言 好不好 如果没有举手发言 我没有说你可以讲话的时候 麻烦你不要讲话 我没有请你发言 请你不要讲话 你如果举手没看到 你可以说 你可以再举手做修饮 我讲的就是你 不要再讲话 好 你可以举手 如果我没看到你就是喊跳的名字 我就知道你会举手 我会适当的时间请你发言 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讨论 就是像开会也是一样的 主席在上面没有举手讲话 就是不能讲话 这让你才能够尊重在讲话 所以现在想想想看 生命怎么出现的 所以我们要讲迷失 上帝 还有什么 闪电 同学 举手 好 中文你说 闪电 闪电怎么样 反而就是在那边乱批 然后批到水里面就有生命 批到水里面产生生命 因为有人认为说 闪电它具有大能量 所以这能量达到水里去 之后世里刚好有某种物质 不小心就构成了生命 你先去看看 石头怎么弄出来 石头 说不通啊 石头 说不通哦 诶...诶... 石头等会快来说 不知道要不要乱讲话 你要能够解释它的原因 我刚讲过了 基本上先讲一括面��的 石头讲一个我们听不懂的东西 必须有择之 Physical 你不是说只随便放个泡 只会随便讲的奇怪东西 生物功是第一个生命吗 请理一下 我们来讲第一个生命 第一个生命怎么出现的 第一个生命怎么出现 所以说你要想一下他到底怎么出现 所以现在有三种说法 一个是陨石 一个是上帝 一个是打雷 事实上特别人家直接做个实验 他想去模拟 因为陨石 我们目前没有找到证据 上帝 我们没法做实验 我们现在为了他做实验是闪电 所以就有客人家真的把那个 古时候最早的 海洋的那个物质 他把它集中起来 然后给他加上高能的闪电 我们人可以放到高能的闪电 放到高能的闪电 打完后居然发现 你有举手吗 他打下来都发现呢 这个海水瓶竟然产生新的物质 产生的叫氨基酸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知道氨基酸 是形成DNA的全区物 就是基本上这个DNA 都是从氨基酸构成的 所以确实当这件事情形成了之后 我们确实证明说 打雷确实有机会可以生成生命 只是到目前为止 人类还没有真的做出一个 冲不到有做出一个生命 还没有 只是我们做出一个氨基酸 类似的东西 有机会做出来 可是这个还是没有得到证据 那你觉得哪个东西要高临 就是第一题的题目 哪个地方去 为什么 好不好 你写一下也可以看吧 是02在中吗 什么叫02 01 01 生命的起源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你觉得哪种最有趣 未成梦 我还要写原因吗 对对对 然后 接下来呢 大概 最近 太空中书 不用急着写 不用急着写 作业 我们还是上课 现在我们作业指导先 作业是你回家写的 作业是你回去误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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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举手吗 我再提起一遍有多一点 那个 基本上 NASA派了太空船去探救火星 是因为我们想知道火星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源 或是火星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 甚至有人说 实际上有人说 说不定人类的生命也是从火星上来 也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不知道 所以有人去研究火星 那我们在研究火星 除了太空船在上一艘之外 最简单就是放一艘船 放一艘 在探测的车子下去探测 所以这个探测是个好奇号 这台好奇号呢 已经在火星上运转了大概 2年的吧 好久 2012 3 喔 不止喔 4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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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动 他还在动 他还在探测 每天他会传回来非常多的影片 影像 那我们就从地球上的人 就从他影像上去看 去分析 上面可能什么东西 那现在已经有人看到说 我看到有巨人 我看到有女巫 我看到有脚印 我看到有鲨鱼 那看到各种东西啊 很特别喔 那现在有人说 我看到金字塔 但是这些都是NASA 都没有承认到 NASA是把照片公布了 NASA就开始看到 诶 你看这边有金字塔 对耶 对耶 金字塔 然后就把金字塔给标出来 你看这上面照片上有金字塔 为什么他来不公布 可是你看 这个可能长得很像而已啊 就不能很像的东西说 那就是金字塔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因为他们看到各种东西啊 真的有看到人 人的样子 有看到鲨鱼的样子 有看到各种东西 但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在那个地方 真的有生命 真的有细菌 一个动物就像刚刚凯燕讲 我们人死掉了 不停在那边 死就会腐烂嘛 如果一只鲨鱼 在陆地上 他们脚 他们脚都不会腐烂嘛 会啊 你要腐烂嘛 所以这是基本常识嘛 用逻辑判断就可以知道 如果看到这些鲨鱼 这鲨鱼 这鲨鱼为什么可以停在陆地上 停他们脚都不会腐烂 除了它变成化石 对 除了变成化石 可是什么情况之下 会让化石 跑到地表上哪 我们的经验 应该是你说 开水下样怪就是 因为板块挤压 然后它抠上来 OK 这是一个原因 那除了板块挤压 把它出几乎 否则大部分的化石 都会化石慢慢的沉积 沉积沉积 压下来 压出一个形状 就是化石 那你除了又再把它推起上来 又火山发化 直接把它推上来 那这就是要找出正名 如果有的话确实是这样 那你读我 你想想看 假的这个地方 有一次鲨鱼 从地的那又推起出来 那你又会结果有个化石吗 对 这一个地方 如果有容易形的化石 应该会很多化石 对 不会只一个化石 像我们在找恐龙也是这样 比如说 我那边找到一个恐龙的骨头了 大家拓大这一区 再拓大研究 因为通常你找到一个化石 通常在这一区的附近 就有别的化石 通常是这样 所以 假的你只看到这鲨鱼的化石 这边表上从地底上被推起出来 你快受不了 哪里受不了 为什么 太会咬了 为什么 我怪自己咬了 那就站起来 跟我们走 OK 他再被推起出来 推起出来 这肚子应该有杀鱼 你可以在肚子找找看 应该有杀鱼的化石 好了 可是他其实看就一个事情更重要 他想知道 火星上瘾生命 那火星上瘾生命 要怎么知道 要先找到什么关键因素 你说 水 水 对没有错 要找到水 为什么水是关键因素 水是生命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 因为 对对对对 对不起 那你到底会说 因为人类都需要喝水吗 只有人类需要喝水 对不对 只有动物也要喝水 只有动物需要喝水 对不对 只有动物需要喝水 对 只有动物 人 植物需要喝水 对不对 所以其他都不要喝水 只要有生命的就要喝水 只要有生命就要喝水 哪一个对 只要生命就要喝水 只要生命就要喝水 所以只要生命就要喝水 所以只要生命就要喝水 所以他想知道火星上有没有生命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看火星上的水 如果火星上没有水 那就没有 就应该没有生命 对不对 所以最简单先找水 看有水 好 那请一下 你在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你怎么怕有水 怎么知道也是水的遗迹啊 我们讲水的遗迹 往下挖 你去那台车 你去那台车 那台车的土在上面 你是犯怪什么 还是挖口机啊 水 水 在遗迹 你认为有水 会产生什么迹象 什么情况 湿湿的 已经没有水 怎么大概湿湿的 你说 有人经过 有人经过 什么意思 水的遗迹是有人经过 就把水都在那里 好 观众说有没有食物 好 这是基层症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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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 我们现在是观察到生物 所以我们讲到观察到水 如果有水 OK 如果有生物 他一定要有水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两个都可以 我们先观察到生物 他一定有水 那比如现在找到生物的时候 可以另外看有没有水 因为有水 就可能有生物 对啊 现在没有看到生物的情况之下 我们先看有水 那水的遗迹是什么 举个例子看看 你有没有干过水的遗迹吗 没有啊 一定有干过 屋里面 屋里面怎么样 湿湿的 湿湿的 湿湿的就是有水 那就不叫遗迹啊 你什么叫遗迹同学 一流一流一流的痕迹 一流一流的痕迹 对不对 有水的声音 有变 有变的 什么有变的 有变的 我说有变的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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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听过那个 台风天啊 如果说淹大水之后 你去申请那个 证明有说 比如说你叫淹水 然后补助你 第一次下去 他要提供 他要你提供证明 什么证明 照片 对 什么样的照片 才能够证明淹过水 淹水照片 哪边看到有淹水 跟他之外 水疼嘛 对不对 中文说一个中的 水痕嘛 有水痕 你水淹过去 就会有水痕嘛 有没有看过 太阳太冷 然后又有水痕 水痕不会这样太 太热就不见了 水痕就不在了 水痕 你只要淹过水 他这边会有泥土 对不对 会带一点泥土 所以水淹到这边 水下降的时候 那泥土就会形成一个痕迹 这水痕 对吧 所以你家里面如果有水痕 没有淹过水了 你要去生年那个 那个政府的辅助 你就把水不照 我们家淹水90公分 我们家淹水1公尺 我们家淹水1公尺 我们家淹水3公尺 哎呦 你照个一下 这个森林里面 他淹水的弧度 那我那里没有淹过水 那就没有水痕了 那你只会被淹水 那你会淹水 那你以为淹水 那你不淹水 哪有淹水 比如说 我听懂这样子 我听过淹水 水痕后都睡完错 不是 他现在没有水 如果那个地方白痕有水 可是他干掉 他会被淹后水 那不一定要淹水 那不一定要淹水 那不一定要淹水啊 我现在有河流 对不对 河流 我河流水干了 可是你有河流的痕迹嘛 我可以去找河流的痕迹 你要喝溜溫體旁邊就有水痕啦 因為水是讓孩子做的事情 水會切割 等一下 水在流動的時候 它肯定會有一點切割的效果 會有一點狀直的效果 所以它還是算水痕 所以我可以研究 去經過之後去看看這個地方 地形 如果這個地形是有點凹陷的地方 我們去看看旁邊的水痕 那種水的遺跡不錯 那假如說完之後 場地跟下過雨之後 是 水痕又一樣流暢 會啊 會啊 你看地面會有水痕 好 水痕會有水痕 但是它會 因為我乾的時候 它一定會幫它水退掉 水退掉的時候 退到有一個程度 它開始有水痕 好 它一定會有水痕 好 OK 有沒有提 沒有 OK 好 所以研究要有水 那我們現在想想看 為什麼水對生命這麼重要 因為 沒有 有人說因為就是要喝水 不喝水就死掉了對不對 對 為什麼這樣喝水才不會死掉 為什麼你生命要水 為什麼你生命要水 因為要水 什麼 因為要排尿 因為要把細菌排出來 要把細菌排出來 因為要排尿 因為要排尿 如果血液要沒有水 那就乾掉 那你就死掉了 血液行蠻不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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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看 第一個生命 不要想人 我們想第一個生命 第一個生命 怎麼形成的 它會在陸地上形成嗎 不會陸地上形成嗎 第一個生命 不會在陸地上形成嗎 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 因為地上沒有水 因為它沒辦法到陸地上 因為它沒有水 我現在講的就是它可以到哪裡 有的是想說為什麼它在水裡形成 為什麼它一定要水 因為 生物需要水 因為 因為 你的問題又回到 新山蛋蛋的自由水 為什麼 生物需要水 對 為什麼需要水 因為它需要水 因為生命需要水 這樣會死掉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簡化成為 為什麼第一個生命是在 開水運 生產生的 因為那時候丟手 因為目前的證 因為那時候也陸地 那時候也陸地 為什麼 因為現在證明 現在證據告訴我們 生命來自於海水 已經找到這個證據了 可是我現在問這個問題 所以說 為什麼 海底會不會出現生物 陸地上會生物 因為陸地上沒有養分 為什麼陸地上沒有養分 你認為牌裡面 在剛開始形成生命之前 那個生命的養分是什麼 水啊 水啊 是要空氣嗎 空氣當然一樣 但是那個生命需要什麼 那個生命養分是什麼 養分就是水啊 喝水就飽了 要水啊 要水 但為什麼水會形成生命 不會在陸地上形成生命 因為你沒有細菌 不是啦 細菌 生命都沒形成什麼 我沒有形成的 細菌是 我沒有辦法 我想打你 細菌 也是這種生命 但是你在第一個生命 沒有形成之前 細菌不會形成 為什麼海裡面第一個生命會出現 欸同學 不要光寫 沒有寫 不要光寫 沒有寫不要光畫 想想看 我現在問問題啊 要回答我的問題啊 對不對同學 啊 要回答我的問題啊 哪個滾啊 哪個滾啊 我沒有睡 這不是剛好睡了 瞭解 你看到了 你沒有呼應啊 想想看為什麼 我不知道啊 為什麼 想看啊 我們水有很大功能 所以呢 大多數是水可以把東西 人家養分 是養分沒有東西 水可以把東西東西東西 水為什麼還覺得是鹹的 因為他家人不會去 誰把眼加進去的 誰把眼加進去的 我愛心人 不是啦 你不是啦 你不是啦 他眼看怎麼來的 我就是那種水的 你不是那種水的 蛤 怎麼去的 怎麼怎麼去 交同一個去 去 那個趨炎會出現好不好 我們現在是一個生命當中出現 趨炎 趨炎 我們第一個生命當中出現 趨炎不會出現的 海水為什麼是鹹的 海水為什麼是鹹的 你說 每天在海面坐在那邊又變 第一個生命當中出現 沒有生命 第一個生命當中出現 第一個生命當中出現 對 那時候怎麼會 好 為什麼海水是鹹的 欸同學 為什麼它這隻鹹的 因為菸菸 複雜的東西加在一起 為什麼菸菸會加在一起 為什麼菸菸會加在一起 安靜 安靜 怎麼樣 行 行 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行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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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行,行,行 石頭沒有草 你換掉嗎 哇 我奇怪了 下雨 下下來 它會把地球上的石頭 陸地上的石頭裡面的一些 形形 那邊要刨做的石頭 形形 石頭上會出現 因為它在報案 它應該報案 對 石頭上就出現 陸地也這樣形成 石頭是陸地的一小塊 不是嗎 所以海水比陸地少出現 海水比陸地少出現嗎 沒有 陸地先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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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球形成的時候 地球剛形成的時候 大部分的水都不是水 大部分的水都是水氣 因為那時候整個地球太熱了 熱到所有的水都是被銅 都是蒸發的氣 所以那時候是沒有水 沒有水 沒有地態水 都是氣態水 然後你的陸地形成了 一開始地球是很嚴加 它慢慢表面凝固了 凝固就變成陸地 好 那時候還是非常熱 所以說了水都是水氣 密封在大氣球裡面 因為我們有吸引力 會把它吸引力 我們重力把它吸引力 慢慢地地球冷卻了 冷卻了 冷卻到有一天 夠冷了 雨就開始掉下來 水就凝結下來 那就變成水 像現在 水一開始呢 它會升到浮沫裡面去 因為土缸形成很有裂空 所以它升到浮沫裡面去 可是它浮沫裡面去 慢慢水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越多 它就沉移到低蛙地區 低蛙地區就變成海水 所以水掉下來 你可以想像看 掉到陸地 丟到海面 掉到陸地丟到海面 它把什麼東西掉 掉到海面去的 那個 很多礦物質 對把小石頭 把可以融化的東西 從那裡去 所以海裡會溶解了很多 陸地上 反而的東西被溶解 加到韓律 所以水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什麼 很好的什麼 溶解 溶解 包含太空龜峽 太空龜峽 包含太空龜峽 為什麼說太空龜峽 有功效 來解釋啊 沒有水 沒有水氣 沒有水氣嗎 沒有空氣啊 沒有空氣嗎 沒有 因為要看一個問題 來 好 基本上 你再給你多寫一下 為什麼太空龜峽 下雨 沒有 解釋一下 這個問題是一個好問題 好問題 你想一下 好解釋一下 好 所以呢 慢慢的水 就把很多沙漆大巴 東西大家卡進去 所以卡進去 有很多沙漆大巴的 礦物質 對不對 好餓喔 這時候打雷 把裡面的海水 採在生命裡 那生命要吃什麼 細菌 有很多沙漆大巴 第一個生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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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全地球 只有第一隻生命出現了 要吃細菌嗎 要吃細菌嗎 他的細菌是自己嗎 所以 吃空龜峽 非常好 你很聰明吃空龜峽 海水融解那麼多空龜峽 所以空龜峽會隨著海水跑來跑去嗎 第一個生命出現的時候 然後呢 可以下臉 YES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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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 放進去 可以倒的 好 放進去 第一個生命出現的 他的海水就要來調去的 像他剛剛生命出現 他在漲角嗎 不會 不會他怎麼吃東西 不要來調去啊 不要來調去 剛好一個空龜峽跳過 他旁邊 被他抓到了 他把他吃進去了 他跑跑 所以他吃東西 他也沒有什麼 他不能一直吃到東西 他很慢 他靠吃水 所以這個空龜峽 讓他有辦法得到養肺 他就讓你躲下來 就這樣躲下來 就這樣躲下來 這生命第一個生命 讓他躲下來 所以你想要水為什麼很重要 水為什麼很重要 空龜峽啊 空龜峽啊 對 因為水可以當住所有東西移動 可以當住所有東西 這個水是有移動的 在陸地上 如果這邊有一個空子 這邊有一個生命 這生命沒有腳 不移動 希望他吃得到嗎 不知道 他看得到吃不到對不對 對 沒有辦法 對不對 謝謝你的手 謝謝你的手 沒有 我剛好 我剛好 好 所以呢 所以慢慢的我們長到 像現在多細胞生物 為什麼水對我們還是很重要 簡單來講 我腦袋想個東西 我可以控制我手提起來 然後這需要什麼 控制 對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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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之外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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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想個東西 腦袋這邊有水分要慢慢流到 手或手才舉起來 那你在問這個手舉要等多久 手才會舉起來 水有流那麼快嗎 水有流那麼快嗎 沒有 神經可以很快把事情都傳過去 因為腦袋 腦袋 為什麼腦袋可以很快把事情都傳過去 為什麼腦袋可以 為什麼腦袋可以很快把事情都傳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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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個都一天就飽了 為什麼 你們在印象中 在這個自由上 你們看過任何現象 速度最快是什麼 空前是不是有流那麼快 光 他比光慢一點 快一點 比聲音快一點的呢 不 我比聲音快一點 好頓 什麼 比光慢一點比聲音快一點 夠啦 水衰 想一下 做個小線 你們看 你們會看到現象的 哦 有沒有很快 很快 我電一切掉 我電一切掉電就不見 電流 電流很快 所以我們腦袋在傳避訊在靠電流 可是說我們腦袋裡面有很多的電線導線在身上傳避嗎 哎呀很可怕 一切開 哎呦身體就是電線 對不對 那到底怎麼傳避訊號的 水 水 水可以導電嗎 怎麼傳電 水可以導電嗎 水裡面只要將那些礦物質 這些礦物質可以溶解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導電 很簡單 你拿鹽水 用兩個 放進去就可以導電 所以水這樣礦物質 有的叫做電解質 有沒有聽過 有 我跑步跑完了之後 很累 你是不是懂 嚇死我了 很累 然後 我現在是說你要補充電解質 因為你電解質如果不夠的時候呢 就舉不起來 吸不起來 對 我就會全身來不起來 然後看你 基本上不是這樣 你電解質不夠的時候 你的腦袋沒辦法接受足夠的訓用 太沒辦法控制你的聲音 控制你的腦 所以通常的腦袋就叫精卵 你電解質缺乏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你會精卵 你會抽筋 或者是你會不能控制你的肌肉 你的肌肉可能會抽去 這跟熱質沒有關係 我講的是電解質 你要講的是電解質 對 電解質很重要 電解質如果不夠的話 你的神經的訊號傳遞會不正常 傳遞不正常訊號 你就沒辦法控制你的身體 一般來講電解質就是礦物質 喝一些鹽類的東西 就可以當方針釀電解質 吃土可以嗎 吃土可以嗎 吃土可以 基本上最簡單的就是吃鹽 所以你們要吃鹽 喝鹽水 所以你看有些運動家 還有同學者 或者是他們做工作 有很多汗的人 他們喝水的時候都要加上鹽巴 那不會只喝水 鹽水 鹽水 鹽水雞 鹽水雞 怎樣 鹽水雞 一個講話都不要去 鹽水雞 鹽水什麼 鹽水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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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水啦 剛剛吃完鹽水 這個太水 subscribers 它那個講死有時機的 那我不會說 我因為想要補充更多便體質 我每天吃10公克的鹽 你可以不可以 也不行喔 嘻血也不行 蛋血也會通透到你 你那你在傳遞訊號 有問題的時候 你身體就沒有控制的 會發達 我們身體的 我們學到後面 会發現這樣 我們人的身體控制 這樣你可以控制你的手移動 對不對 你可以控制你的眼睛 渣 對不對 希望你可以控制你的血量不要動嗎 我也可以啊 你可以控制你的呼吸局嘛 譬如假設你只有把鼻子捏入 你可以控制不要呼吸嘛 可是你可以控制你的血量不要動嗎 你可以控制你的內分泌不要分泌嗎 做不到 你可以控制生長激素分泌多一點嗎 做不到 做不到 但是那些都是有在控制的 我們來說 就血量都不會還是惹 一般來講 都可以啊 因為醬油裡面會有刺激 一般來講醬油裡面已經會丟起點才會鹹 醬油裡面是因為有鹽才是鹹的 醬油裡面是因為有鹽才是鹹的 醬油裡面應該要好喝甜的 董浩你還好嗎 董浩你還好嗎 董浩你還好 你要不要站起來 不用啊 董浩還可以看到我跟前面還未來的復活 OK 明年要再來試試啊 不要 你要不要重修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水很重要是因為水可以幫助我們傳導 水可以傳送很多食物 比如你在吃的東西 他在胃裡面消化了 在腸子裡面消化了 他怎麼做到全程 對啊 也是靠水的搬運 所以移動 跟著你的血管移動的時候呢 他會把你的養分擴散出去 讓你的身體得到養分 有沒有學到擴散對不對 學過了 學過了非常好 我們應該下一期 天安西 靜太靜 靜什麼 靜太靜 靜太靜 維持身體的升降數 第一個是水能講的 那接下來有兩個意思是什麼 陽光跟空氣 陽光跟空氣 對不對 那為什麼陽光很重要 好 回去想想 為什麼陽光跟空氣很重要 好 陽光跟空氣很重要 下一次我們要討論 第3來的 第3應該在樓下吧 106來的 蛤 他就定了嗎 不公便 他不會定了嗎 不是不是 有一個很好吃啊 應該是你對不對 黃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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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四交 黃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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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漢